大家好,这里是天阳玄机 那么如果是有八字首相面向方面的困惑 可以进行一个关注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男人首相当中的感情运势 如果是这个结婚线超过三条 对于男性来讲 结婚线超过三条 那么说明这个男人在感情当中的运气 并不是很好 很多都是很随意 没有什么道德观念 就是对爱情没有很深的一个认识 说一说这个 就是什么说呢 这个不以结婚为目的的爱情 可能就是都是耍流氓 都是花心的首相 就是说结婚线非常多的人 多情 特别是对男人来讲很风流 但是如果是这种首相的男人 是拥有很高的情商的话 那么可以避免自己多情而带来的这种烦恼 带来的这种纷争 感情上的这个烦恼是很 很影响人的一个状态的 那么第二个呢 是这个婚姻 结婚线很清晰的一个男人 那么有的男人呢 这个结婚线很清晰 说明这个男人在感情运气当中很好 因为这种首相的男人呢 他们会找到自己合适的 满意的对象 就是他一条很清晰的 这个结婚线 甚至他的长度啊 超到了这个太阳线的位置附近 跟太阳线相交 这个是容易因为婚姻而获得名望 比如说你这个取的一个富价千金 这个是一个非常 这个 美满的结局啊 第三种呢 如果是结婚线只要一条 但是很干净啊 只有一条很干净 这个是 在这个没有什么任何杂文的话 那么这个男人会有很好的感情运势啊 会获得一个非常幸福的感情啊 这样的男人呢 能够在自己心爱的女人 这个 一直啊 跟心爱的女人生活到老啊 所以说这种结婚线男人 象征着很幸福 很快乐的婚姻生活 找到对的人了 这就是这个意思啊 那么 还有一种就是有两条感情线的人啊 有两条感情线 并且长度都一样 也就是说这两条感情线 简贴在一起啊 简贴在一起 那么这样的男人呢 可以拥有很幸福的爱情 可能会步入这个婚姻的殿堂 但是用这种手向男人 他们在婚姻生活当中 可能会出现变故啊 结婚之后 两个人可能出现分居啊 或者离婚的状态 那么这种手向男人呢 大多数会再婚啊 如果是有两条这个感情线 再结合两条结婚线的话 这两种状态结合在一起 并且结婚线长短不一的话 说明啊 容易存在这种三角 三角关系啊 第三个是插足啊 好了 有关这个手向当中 男人感情方面的运势 就分享到这里啊 那么这里 还是天阳玄机啊 如果是八字手向面向方面的困惑 可以关注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